煎饼超小鱼是一道俗辈有名的江湖菜 这道菜只要是习惯吃辣的人都特别爱吃 包煎饼酥脆香辣 大家好,我是腾光餐 今天咱们做小鱼煎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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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量的萨辣油 炸这个小鱼的油温一定要搞 因为油温底的话 炸的时候小鱼终于塞 建议大家油温在启程式左右 也就是锅中没有响声 并且冒情验的时候 咱们这个小鱼呢 给它选择抖啥事的 往里边抖 不能整个往里卡 你要说整个往里卡 它会定在一起 到时候还会碎 并且下锅以后 千万不要用烧子在里面搅 正确的方法 是将锅左右晃动 并且锅里的火 还要大火 这样呢 先给它定心 这个鱼呢 它就不会碎了 扎至表皮胃荒 我们用烧子呢 简单巧巧 把站在一起的小鱼 全部给敲开来 大概扎至四五五分钟以后 咱们用烧子 给它捞出来 你听得生意脆脆的 这个鱼要想酥脆 一定要选择二次飞过 去复扎 第一次扎 只能将表皮扎脆 但是呢 它这个里面是软的 要想里外酥脆 咱们炒的时候 再扎一遍即可 接下来 我们将它倒出来 控油备用 扎好的小鱼 我们给它倒在喷种 放上十天半个月 都不会饭 想吃的时候呢 就拿着过来炒 那么接下来 咱们准备这个炒鱼的小料 先准备一颗大葱 蟹道呢 给它切段 能吃辣的 咱们准备这个 请哄小剪鸟 如果说不能吃辣的 咱们放夯叫也可以 也是蟹道 给它切成段 并且 盖它好以后 全部放在攀中备用 另外 再准备点香菜 给它切成段 并且 香菜呢 还得单独放 提前准备好的 油炸花生米 是这道菜的灵魂 所以一定不能少 做这道菜的 微挑味料 就是这个嚼烟 接下来 咱们再次点火起锅 将港菜 扎鱼的油 再次的倒入锅中 这次复扎 咱们吃多少扎多少 并且呢 是底油温下锅 为什么要底油温下锅 因为搞油温下锅的时候 它就容易糊 并且里面扎不透 所以要底油温 小火去慢扎 切豪的大虫和捡鸟子 无需下锅 且把它倒在楼梢中 备用即可 要想这个鱼 里外酥脆 一定要小火慢扎 知道你看这个果中啊 没有太多泡泡的时候 并且这个小鱼 一看就特别脆的那种 咱们就给它倒出来了 而且呢 是直接倒在这个辣椒 和大葱上面 用这个热油啊 顺便把大葱和辣椒爆下 接下来 咱们直接给果中夹热 果里面 什么都不要放好 千万不要放油 能吃辣的 直接放这甘辣了皮子 给它简单的 变成入香味之后 直接把漏售里面的小鱼 辣椒和大葱呢 倒进来 简单的饭炒 再次抱向里面的大葱 和炒熟的辣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